這個之前講的 另外的話 主要是Google的雲端跟App的應用 一些經驗的分享 其中的話當然主要是以交通部分 這個上個禮拜的東西 我也把它傳 主要我們最後是希望能夠看到什麼 看到就是一個那個PPT 不過PPT 我們之前都是用那個 就是直接在我們的這個PowerPoint裡面show 不過因為我們這個課跟雲端有關 所以我希望怎麼樣 你把做好的東西 直接就丟到那個Google雲端硬碟 用雲端的方式來show 最後給我一個什麼 給我一個短網址加一個QR Code 就是說你不要是給我PPT 然後 不過還是有同學直接交PPT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大概上個禮拜主要介紹幾個 就是說可能像去六湖村玩H 你就是一定要下載他的那個什麼 快速通關的App 因為如果你不想排隊排很久 那這個其實是非常棒的 所以好像之前因為有介紹這個 結果馬上就有同學就想要去那個六湖村玩H OK 另外我有講說他票很貴啊 所以如果你想要便宜一點 打對折的話 你可以買情侶票 不過情侶票你要買之前 你可能要在那個購買櫃檯上面要接吻十秒鐘 OK 那另外我有介紹一個什麼那個形色 如果你在那個野外 大自然裡面你想知道哪一些花花草草的名字叫什麼的話 其實你可以下載這個形式 我覺得這個App還蠻不錯的 另外的話呢 在那個Google裡面有一堆的雲端 那你會發現 Google的雲端跟 Google的App其實都是有相通的 有沒有 它如果有雲端硬碟的雲端 也會有Google的一個App叫做雲端硬碟 那也就是說手機的App也可以直接連通到那個雲端 所以雲端跟App之間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覺得這非常的緊密 也就是以後所有東西都會在雲端 你也可以透過手機的App去存取那個雲端相關的資源 OK 那所以上禮拜大家有介紹啦 但今天的話也許我們會在集中火力 再講一些有關Google更多的東西 那未來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些最新的 就是一些趨勢啦 一些科技 像一些什麼人工智慧啦 或者什麼機器學習 神經網路 深度學習 一堆的這些一些名詞 其實呢 我是建議你可以 你至少要學會那個使用Google的所有功能 你慢慢就發現 它其實是跟著時代的最尖端 再去做一些更新 那其中像我用的最多的喔 其實就像Google地圖啦 我跟各位講過啦 Google地圖啦 其實在地想導第九期 我知道你們現在第幾期呢 有人超過第九期的嗎 有沒有分數超過五萬的 好難喔 如果有的話呢 那一定會 那你告訴我 我會幫你加分 好 OK 所以呢 如果說你期末 你希望喔 假如你希望呢 就是說 你這個 就是比如說你的練習成績要加分的話 那很簡單 你就是 你把你的使用這個雲端跟App的心得喔 你 其實最最最重要的不是只是心得啦 我是覺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把你做的 呃 怎麼樣 成績 其實就是說眼見為憑嘛 那你就告訴我說 你做 你比如說你做了很多 但是你 你問題是你沒有辦法證明說你分數就是 證明說你做了很多事情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其實喔 就是你把你的成績告訴我 你上面的分數喔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當然其他還有什麼 像相片 那相片的話 我想各位應該也不陌生 不知道各位沒用喔 像我是用的非常多 因為比如說像 我的習慣是拍 就是比如說拍一些東西 那Google相片的話 它有個好處就是 如果我手機只要拍了相片 那我是有把它同步 就直接就幫我丟到Google相片 也就是我在電腦上面要下載的話 馬上可以看到 另外的話 因為手機本身 我有開GPS 就是我有開我拍照時候的 這個經緯度的位置訊息 還有時間嘛 所以他蠻聰明的喔 他會自己幫你跟Google地圖做連結 也就是說比如說你拍了一張照片 在哪個位置 幾點幾分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把它加到Google地圖裡面的時間軸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時間軸 現在還蠻好用的有沒有 它會自動幫你把你一整天的那個行程 那有的時候它當然不是很精確 它可以用什麼Google的相片輔助一下 也就是說你可以很快的 就是它時間軸會幫你畫出來 所以有時候 比如說你出去玩一整天的行程 那你回頭要再看的話 或者寫一個旅遊的郵寄的話 那你其實回頭看會非常方便 又有時間軸 時間 又有相片 甚至我如果錄了影片其實也可以放上去喔 所以未來其實這些東西都還蠻方便 甚至更厲害的地方是說 我覺得它相片很厲害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收到Google相片給你的通知說 它已經幫你做了一個什麼 做了一個影片 那個影片是相簿自己幫你做好的一個影片 而且裡面還幫你配音 甚至還幫你加上你到哪邊玩 而且做的我覺得也已經非常非常的厲害了 感覺好像是你自己做的 實際上不是喔 有沒有 有配樂嘛 那這個其實也是人工智慧的一種喔 它其實在學習 然後呢 另外的話呢 它做一些 比如說那個影像的辨識 它辨識說你到底裡面有什麼東西 然後呢 有哪些人 更厲害的是說 Google相片不知道根本用過 像以前要開了很多照片 可是以後你要去找那些相片很麻煩 你要分類嘛 比如說這個是誰 這個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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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像你 比如說拍小朋友 那拍很多小朋友 比如說你今天 比如說我女兒好了 它拍很多 但是那些相片在哪裡 你以前的習慣是什麼 必須要一個一個慢慢去找 你才有辦法把它的所有相片 通通都把它繪成一個相簿 但是喔 Google相片不知道根本用過一個功能喔 它裡面居然有人臉辨識耶 而且這個人臉辨識還非常精確喔 比如說呢 它會幫你找到 比如我女兒好了 我就點我女兒的那個人頭喔 它就把它所有只要相片裡面喔 出現我女兒的那個輪廓 其實有時候當然不是那麼精確 但至少大部分都是正確的 全部幫你把 所以喔 你會發現點我女兒喔 它從小喔 非常小出生的相片 一直到長大最近的照片 它會變成一個時間軸 也就是說它的歷史有沒有 從出生到最近的相片 全部都排列的整整齊齊了 哇 真的是讓我覺得嚇到 當然還包括我自己啦 比如說我要找我自己的相片 點一下 我就知道我從年輕到現在已經是中年大叔了 再來的話 或許其實也是可以寫歷史 那以後比如說 你比如說像現在很習慣喔 辦那個什麼 辦那個生前告別會有沒有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參加過那種生前告別會 就是那個人他還沒有過世 但是他會先預先怎麼樣 自己辦一個生前告別會 就是說喔 我即將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所以呢 我要回顧一下我的歷史 那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做喔 我當然還是另類啦 我覺得現在有人對於那個生死比較看得開喔 那未來其實像這些東西 你會發現喔 你的東西還會一直留在雲端上 可是也許那個人已經不在了 有沒有 那就蠻有趣的喔 像YouTube好了 像我YouTube上面喔 2006年到現在的影片都還在喔 我不知道它能夠放多久啦 我希望Google或YouTube它可以繼續持續個一百年兩百年 哪怕我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 但是我的音容音 不是 我的聲音跟我的一些教學 能夠持續下去 其實這也是一種另外一種的紀錄嘛 所以你說紀錄難道只能夠是紙本嗎 所以很多人其實是不太能夠習慣一些新的紀錄方式 會覺得說一定要是書本好像才感覺到存在 我覺得那已經是過去的概念啦 慢慢未來應該不再只是單一一個書本 如果說你一直習慣書本的話 那你這樣回頭看 以前可能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用竹简的年代了 對不對 還有用博 用那個喔 博書啊 有沒有 還有用那個什麼甲骨文 那你這樣講起來 那那些人怎麼辦 你也不就是 以前還用書法寫東西了對不對 現在很多人連筆都不太拿了 直接就在打字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未來的世界 雲端幾乎改變了未來的這個我們紀錄的方法了 對不對 所以喔 未來當然文學的創作 可能你們要思考一點 就是不再只是像以前紙本的方式創作了 如果你創作的話 變成說沒有人會看 會看的可能都老年的 因為現在只有老 像報紙你們有看嗎 現在還有誰看報紙 有啦 老人人口 所以你說那個 你們現在可能什麼 現在可能下一代 養狗的時候會看 養狗的時候會看報紙 養狗 為什麼養狗會看 喔 無聊的時候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因為要鋪他們的大便嗎 大便嗎 喔 OK 那報紙不是報紙 那報紙是一個什麼 它的清潔作用吧 OK 所以現在的這些東西慢慢在改變當中 所以如果你們不能跟與時俱進的話 其實你會慢慢發現 你會的以前的東西 是跟現在用的東西是完全沒辦法銜接的 那當然我們現在這個中文系 中語系 其實也會面臨到這個問題 因為你學的東西其實是過去的東西 跟未來其實是 你說應該是 可能甚至是八竿是打不著啦 對不對 你可能文字學 你說真的 你要跟未來什麼東西可以銜接 所以基本上是很難銜接 那不過你也不能說那些東西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需要一點轉換 所以你可能要轉變 那怎麼轉變 讓它賦予新生命 這件事情才是比較重要的 但是只是說我們在我們的課堂上 比較少討論這個部分 大部分就是討論過去 但是過去未來怎麼做其實比較少談 我們這個課程是希望你們能夠發揮你們的創意 可以把過去的東西讓它賦予新生命 也能夠讓它再活過來一次吧 對不對 為什麼你白杜甫不能再活一次呢 對不對 其實他們的東西是非常棒的東西 在過去的人其實他們可能朗朗上口 可能每個人甚至詩是會唱的 可能也許那時候的流行音樂吧 但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沒有人看 而且你說那五言七言 很多人文言文都讀不懂了 不要文言文 白號文都讀不懂了 更不要說 那其實裡面是有很多的那個 它的價值存在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把那個價值凸顯出來 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那再來的話也許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部分的話 我們上個禮拜有個作業 所以就是希望你們能夠把什麼呢 把那個作業 app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有個作業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剛剛稍微看一下 我是希望能夠不是用PowerPoint 而是怎麼樣 把它變成Google的類似像這樣 所以將來我會希望你們給我的東西 是類似像這樣的一個雲端的簡報 然後記得要共用喔 共用之後你要把這個東西給我 可是問題這個網址很長嘛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把它複製之後 再利用GG.GG那個服務 GG.GG 然後做什麼呢 把它縮短網址 縮短網址貼上對不對 另外的話呢 這邊有個網址 所以你給我這個 然後呢再來什麼呢 開啟QR Code 再給我這個 那怎麼給我啦 你可以貼到Word裡面也可以啦 不過最好也是一樣喔 就是這兩個東西 所以我看一下剛剛同學交的作業喔 那就是 我這邊有 不過我看的作業好像還是有點問題 就是作業裡面的話 目前有28個同學交 然後大概一半同學交 裡面的話會有幾個問題 就是說比如像這個同學 我剛剛一開呢 我就有點傻眼了 OK 不要看這個人名字啊 我沒辦法把他打馬賽克啦 不過你不要記得那個 OK 我只是比喻一下而已喔 跳出這個 欸 您必須擁有權限 那我沒辦法看 我頂多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剛剛一定要點選共用 而且共用的情況 你必須要這個喔 一定要是知道連結的人 可以檢視 如果你把它關閉的話 那我就看到的情況會是這樣子 因為我沒有權限啦 OK 所以特別重要 你要共用的時候記得喔 你一定要先怎麼 先開啟啦 所以待會也許你要把這個 你給我的這個連結要開啟喔 不然的話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我不知道怎麼跟你分數喔 所以請特別注意喔 另外這個同學 大家有QR Code OK 也許我會用手機把它拍一下 看看能不能在手機runrun 不過好像結果也是一樣 沒有權限 看不到 另外的話還有其他就是 什麼情況呢 還有就是說 有些可以 但有些的話只有QR Code 另外的話直接給我PPT 我不是要PPT 所以這個你記得呢 把PTT怎麼樣 丟到雲端上面去 丟的方法喔 我上禮拜有講過啦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你第一個先檢查一下 你的那個設定 記得這個要打勾 一定要先轉換成Google的格式 這個要打勾喔 打勾之後的話呢 再把你那個PPT有沒有 直接傳上去 傳上去 它就自動幫你轉換了 所以我這邊把它丟上去啊 這個上 丟上去之後呢 那你要注意一下喔 如果你沒有開喔 跟有開 這個圖示不一樣喔 這個圖示是那個什麼 這個圖示是Google的那個 雲端的簡報 那如果是沒有開喔 我再傳一個好了 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我再傳一個 我們這個課程的 這個課程 OK喔 那比如說我要把這個 再傳上去 假如我剛剛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 開啟這個 這個設定吧 這個如果沒開的話 那我再傳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再傳一次的話 結果就會有有問題 比如說我把這個丟上去好了 OK喔 再丟一次 那你會發現喔 它會花一點時間 已經傳上去了 你怎麼知道哪一個 是你剛剛傳的 有的習慣是什麼 我會看這個修改時間 這個下午現在是1點31分 對沒錯 然後 這個是上面這個 差別就是這邊會有個P 這個P的話就是沒轉 那差別就是說 我如果開這個 有轉的話 打開來它就自動用那個 Google的那個 簡報來開 實際上如果未來 假如你手邊剛好沒有 PowerPoint 你其實也可以在那個 就是Google上面做簡報 另外的話 如果這個是沒有轉的 沒有轉的 打開來看 你會發現它變成這樣子 這樣其實也可以看 可是實際上 感覺就是沒有那麼流暢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過如果你實在也錯了 沒關係 這個好像還可以再把它轉 只是說它會變多一個檔案 多一個步驟 大概是這樣 這個我把它刪掉 OK 那另外的話 還有一個部分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 投影片裡面 好像還可以直接做 播放吧 如果未來你要直接播放的話 是不是直接從這邊 直接按下吧 它可以直接播放 如果你將來 手邊剛好沒有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 直接可以看 上個禮拜剛好 我這個是有秀一下 就是 我們的作業裡面就是希望 各位利用APP的使用的心得 那我是用交通的部分 其中的話 我是介紹幾個 因為剛好是前幾個禮拜 去太魯閣 那我覺得太魯閣最近的改變 讓我覺得蠻驚訝的 因為實在沒有想像中 那麼交通不方便 而且其實做台鐵的太魯閣號 到那邊其實還蠻快的 大概兩個小時就可以 就可以到花蓮的 那你有幾種做法 因為剛好有同學問我說 那如果去太魯閣玩 怎麼玩 如果我是建議 如果你是當天往返的話 你直接做到新城車站 新城 新舊的新 新城 新城 新城車站 大概也是兩個多小時吧 而且記得你不要做那個區間車 你會做到瘋掉 還沒到 一定要做那個 最好是做那個太魯閣號 或普悠瑪號 OK 不過那個車次還不太多 最好是提前預訂 那如果要訂的方法 因為我之前 我是簽的 直接用那個台鐵的訂票 然後呢 直接他就可以直接 就在手機上訂 訂了之後 直接拿你這個號碼 去那個7-11的那個 那個IPOM 直接就是打那個什麼 就是你要買票的 你就跟櫃檯人員講 他就會直接拿票 就直接給你了 上面就會有那個票的多少價錢 而且其實價錢 我覺得還蠻便宜 319 他其實有8塊是他的那個手續費 應該各位都有用過吧 其實說真的我之前還沒 因為比較習慣開車 但是每次到東部 我都覺得第一個開車好累 三個小時還沒到花蓮 第二個還蠻危險 因為遇到蘇花公路 所以這一次就想說 坐車看看 但是因為很少就是 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所以這一次想說試試看 然後就用這個 發現呢 其實還比想像中還簡單 那個台鐵的這個APP 其實我覺得還蠻方便 就是說他可以線上訂票之外 他也可以馬上去做查詢 如果你要當天往返 你要不就做到新城 要不就是做到花蓮 再從花蓮做回到新城 這也是一種做法 當天往返其實我覺得也是OK的 那你下車之後的話 再做什麼車呢 其實這就是泰魯閣號 然後時速大概100多 如果超過140可能會翻車 像前一次普六碼號 最近把他檢討 OK 那你這個舉光號 那如果你到新城車站之後 下車之後 你就往前看到那個 右手邊 右手邊就有站牌 特別是非常好找 你出來 不跟這樣 出來之後往左手邊 左手邊 出站有那個站牌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有302 跟1133A 那302大概一個小時一班 1133A大概半小時一班 兩個車都可以坐 所以哪個車先到就先坐 那我們去的時候是坐302 那302公車的話 他就停在這邊 時間到他就開過來 這個是左側 所以我這樣看過去 剛好開過來 我特別還想說未來 會不會有一天上課的時候可以講 然後站牌在這裡 很好找 所以新城車站 他剛好就是在 這個中間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你就往那個左側移動 然後再走過來到這裡 然後可能會有人排隊 所以你就在這邊排隊 其實人不多 我發現 其實知道人不多 再來就是那個 就是這個站牌 上面有時刻表 如果你們要看的話 其實我有把這個簡報 放在雲端上面 給各位分享 然後呢 這個是1133A 1133A也可以 不過1133A 他是從花蓮車站一直開 他是花蓮站有沒有 他也會到七星潭 他也會到新城 所以他是這樣開過來 但是我不建議 你們從那個花蓮車站 做到新城車站 為什麼因為我算過 他那個從那個 那個新人他開過來 好像要大概四十分鐘 可是如果你坐火車的話 這樣子要十分鐘 而且費用好像這樣做過來 好像才十幾塊錢吧 這樣做過來好像要五六十塊吧 怎麼會划算 所以聰明一點是 坐到這邊再上車 另外的話你也可以配合那個台灣 台灣等公車 你輸入那個302跟1133A 他都會有時刻表 會顯示出他幾分鐘會到達這個站 新城車站 然後他就是每一個每一個站有沒有 就會停 然後七星潭如果你要去的話 也可以做也是可以坐這個車 那當然你可以每個每個去爬山 比如說你可以從 從這邊好像可以去做去去那個好幾個步道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稍微了解一下 我覺得這個這個給各位參考 因為我本來其實也不熟 不過我覺得網路上做個功課 其實倒也沒有那麼麻煩 這個是302公車 其實還蠻酷 這個好像泰魯閣 泰魯閣客運吧 有個客運公司 其實讓我覺得最驚訝的是 車非常新 而且最厲害的地方是 它是純電動的 跟特斯拉一樣 它沒有 它不是用汽油的 所以你一上車的話 你會覺得它其實 這個這個還不錯 那第一站它會到那個沙卡當這個 你可以到那個步道 其實這個步道還蠻好走的 蠻適合那種 如果你腳程不適合OK的人 那你可以走 就是這邊下車 那下車就走一下 另外可以到西畔 西畔好像也蠻漂亮的 我一看 那個整個石子都是藍綠色的 非常漂亮 另外什麼燕子口 你可以下車之後 然後再計畫一下下一班大概多久 你可能時間接好 然後你可以用那個悠遊卡 直接就可以上車了 刷鏡刷就是 大概拍一個這個照片 時刻表這邊也有 這個時刻表你也可以在那個什麼 台灣等公車裡面 也可以看到 都可以查得到的 你可以把時間規劃好 不過其實這個就是花一點時間 我覺得你可以讓你的旅程 其實蠻愉快的 其實我還蠻喜歡就是 就是這種類似自由型 因為其實不開車的話 真的你不開車就很輕鬆 反正一上車之後你就可以看風景了 如果像我以前自己開車的話 一光開太魯閣就會很緊張 第一個路太小條了 第二個光看到懸崖 不知道什麼時候石頭會蹦下來 就覺得隨時都會有那種神經 會感覺 再來就停車 那邊路很小條 不知道哪邊有 如果到停車場又停滿了 就覺得心理壓力很大 所以如果當遊客的話 也許你可以就是這樣的行程 然後規劃 我是覺得大概 一天可能玩不玩 也許你規劃個兩天 在那邊住一晚吧 那一天我們其實是 就是住在那個花蓮車站 所以我們其實是 從花蓮車站做火車到新城車站 然後下車之後做302號公車 然後一路就到那個 就是太魯閣直接玩到那個天翔 那這樣一天玩下來 其實還蠻愉快的 心情其實 這個是比較 那這個是時刻表 自己就可以查一下 那其他app大概這樣 台灣等公車我蠻推薦的 因為蠻準的時間 而且車子的車號也會顯示出來 而且台灣等公車不是只有 可以用在那個太魯閣遊玩 其實平常應該各位都有用吧 如果要等公車的話 時間應該都會顯示 像我們學校是不是有什麼 中立客運也會開進來 時間應該也蠻 應該蠻 沒有搭 沒搭過 那不然你們做什麼 那你至少要出去吧 出去到內地車站的話 都是到1500或1500 也是公車嗎 我是公車 OK 也時刻也正確嗎 不然你要瞎等 那個app的比較正確 因為我發現他還蠻時間還蠻精確的 像這個是時間表 幾分鐘他會顯示出來 這邊也會顯示出來 1133A如果太久 你就查302 這邊時間都有 OK 大概原則上半個小時應該都有一班車 所以這個提供給各位參考 出去玩的參考 對出去玩的參考 其實我今天講的就是出去玩 光想到出去玩 心情就非常的好 非常愉快 所以請各位如果 作業假如說有問 就是我剛剛講那幾個問題 那就是再把它修正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我們主要是上個禮拜是利用 那個介紹 你生活裡面 常用的 而且你覺得非常有幫助的app 然後做成簡報 就是當然你要截圖 就是你自己要把手機的畫面 應該會拍吧 設定好那個拍照功能 然後呢 我的習慣是直接傳到Google相簿 Google相簿呢 再把它放到我的powerpoint 並且再丟到雲端上 我大概習慣是這樣做 當然我不強迫各位 一定要跟我方法用一樣 不過我希望看到就是 你就介紹一下 哪一些比較好用的app